生败,你带此一搏 是要怪我 不能输 可我真诚的事是什么 你知道吗 你的火是敌不过我的 没有人能夺过伏一龙龟 细云 你终究还是输了 他真的做到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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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啊 好 好 哦 看 我 我 西会毒素的同时 把住魂骨也在自行修复了 连独孤魄都无法接得动 这个套赞若不能为我所用 必不能留 娜娜 教皇面下 我已替他们解毒完毕 好 毒虽然解除了 但免不了大病一场 短期内 你们恐怕无法嚣张了 怎么回事 紫禁魔头 场上几大强者的目光 似乎都落在了小五身上 难道 多谢宁宗主了 举手之劳而已 合足挂齿 我 我 我 他 也 接下来将进行颁奖一试 有请教皇免下 为获胜学院颁奖 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 本届最后的冠军是 史莱克学院 恭喜你们 天才的年轻魂师们 请史莱克学院代表 上前领取冠军奖励 小三 这个荣耀应该是属于你的 虽然我是队长 但是为了这最后的冠军 您付出了太多 大家都有目共睹 你才是史莱克 奇怪的灵魂 是啊 小三 去吧 三哥 别推脱了 小三 去吧 你很出色 比我预想的还要出色 那么 你愿意加入五魂殿吗 不顺从 就会毫不犹豫地被抹杀掉 恐怕 这是他给我的最后一次机会 谢谢您的好意 教皇面下 不过 我自己的人生 有自己的安排 不想受到任何军属 既然如此 祝愿你未来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有一天能够踏入斗罗殿 如果不是震慑于五魂殿的威严 恐怕这三块魂骨一现实 便会掀起腥风血雨的争夺了吧 这三块魂骨 是大家共同努力获得的 每个人都有资格拥有 我放弃 我也放弃 这三块魂骨中 没有适合我的 我是食物系魂师 这些魂骨显然对我的实力 没什么增幅效果 这 急速前行之追风左腿 最适合于命攻系魂师 毫无疑问 它应该属于竹青 谢谢大师 至于爆裂焚烧之火焰又壁 最适合强攻系火属性魂师 胖子 它是你的了 多谢大师 至于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 如果最后一块被我拿走 那么荣荣就没有任何收获了 我放 不 三哥 它应该是属于你的 为了这最后的冠军 你付出了太多太多 我们几把琉璃踪 也不会缺少魂骨 你就收下吧 有了它 你这团队灵魂 才名副其实啊 小三 把你收藏的那块魂骨给荣荣吧 那块魂骨更适合它 这块魂骨应该属于宝石类 最适合辅助系幻境类魂师类 因此它并不适合你 荣荣 这是块主幻境的左臂魂骨 它比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 更加适合你 谢谢三哥 大师 爸爸 这是怎么了 看来 一场腥风血雨的灾难 多可避免了 是吧 鬼 耶 你们已经分配好了吗 既然奖励已经分配好了 那这次大赛已经顺利结束 鬼魅 月官 把那女孩拿下 剪刀痴刑 可恶 教皇面相 是不是先问清楚再说 宁宗主 请你自重 如果你再加以阻拦的话 那么七宝琉璃宗 就是武魂殿的敌人 等一下 我也是武魂殿长老之一 有权知道事情的真相 教皇面相 你抓人可以 但先要把话说清楚 你凭什么抓我们史莱克学院的弟子 你想知道为什么吗 那你为什么不去问问你的那位弟子 如果他只是史莱克学院的学员 我为什么要抓他 但如果他是一只化为人形的魂兽 我就有充分的理由将他拿下 你说什么 什么 这是假的吧 魂兽华人 我的小五 就是 相思段长虹掩盖了他的魂兽气息 若非如此 老夫早就识破起身份 也绝不会让他来到这座武魂城 小五 如果我猜得不错 你就是当初那只漏网之鱼吧 没想到 你竟然会自己送上门来 你竟然会发真呀 我们做了 有一条景而不 我们在乱新里 matches 请定问题 老夫 Knowledge 我 我会为妈妈报仇 小五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大哥 别问了 小五 他不是人类 哥 你 什么都不要说了 我明白的 其实 我早就知道你不是人类 你早就知道 等我的子鸡魔童进入戒子境界之后 我就已经看出来了 妈妈 对不起 傻孩子 没什么好对不起的 不论你是不是人类 你永远都是我最爱的女儿 妈妈 什么浑瘦不浑瘦的 我只知道 小五是我们史莱克的人 也是最重要的伙伴 小五 你别怕 我们都在 就是咱们史莱和七怪 可是一体的 哼 小五 我们会永远在你身边 大家 这下 你就不用担心了吧 哥 可是我们 傻丫头 没有什么好可视的 你是人又如何 是魂兽又如何 我只知道 你是我的妹妹 也是我爱的人 哥 想抓她 那么就先踏过我的尸体吧 小刚 我们的悲剧发生一次就够了 我绝不允许同样的悲剧再度发生 二龙 有我在 一定不会让悲剧再发生 老师 七怪一体 生死与共 生死与共 好一个生死相许 今日我就成全你了